小禅人物自后篇 老样子的木头所以没有感觉 直到夏春都对阿良提出要不要和小禅结婚时 阿良才意识到自己和小禅的可能性 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升到了最高点 即便后来夏春都发现阿良是两间家的人要撤回婚约时 小禅才人生第一次差点忤逆了夏春都的决定 他表示一直以来自己都会听从奶奶的决定 但这次他想要自己选择 也就是嫁给阿良 我小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段时是真的没有想很多 我当下真的以为这次真的稳了 然后老样子要不是阿良在不对的时间摊财 不然这次真的是阿良最接近结婚的一次 毕竟都发展到双方家长见面了嘛 就只差临门一脚而已 那如果你是只有看过动画的观众 在这件事之后 虽然阿良和你宝珠一家的剧情不少 但你会发现阿良和小禅的关系完全没有进展 甚至要不是第196集动画组特别改编原版剧情 不然就会仅仅只剩特别篇 第三弹第11集中阿良在夏威夷参加铁人竞赛 泪倒醒来后 小禅在他身边照顾他时 对关心阿良的一字一句中 明显有着一种对喜欢的人才会有的语气 且在阿良感谢小禅要帮自己并握住他双手时 小禅也有明显脸红 这点不是我自己要瞎想 而是在动画中两人当下双手紧握时 夏春都和联盟刚好开门看到折磨的瞬间 在动画中对阿良总是美好气的夏春都 只不用说他肯定会觉得是阿良在对小禅毛手毛脚 但喜欢阿良的柠檬在看到后 却是明显对小禅有点辞出 并有种抓奸之意的要小禅解释解释 那最终在动画中两人的感情就只有到此为止 虽然在其他集数都有明显互动 但很明显的都是那种没有情愫的小打小闹 所以只有看过动画的各位 就会很容易有种小禅的竞争力非常薄弱的感觉 至于这点其实就只能怪动画组比较偏谈例子 才会让人有种例子从头到尾都占有着绝对优势的错觉 在漫画中你会很明显的发现 从小禅登场后小禅和尼宝珠家的剧情量急剧暴增 且只要是有跟尼宝珠家的相关剧情 你几乎每次都能发现他们两人的互动 就都同在一起多年的老夫老妻 可能你会说毕竟是新登场的角色嘛 多点剧情多点感情也是情有可原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叫说新角色漫画中在小禅登场的前十卷 就登场了一名高人气女警 急救到死 对没错就是我在之前各个人物之中 都多多少少有提到的这位 他也是在出登场后马上获得了大量的剧情 以及大量的设定 但他却在短短的十卷后被瞬间生意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出现 就是少得有点可怜 甚至在小禅登场后还被安排和小禅两人搭 但搞得好像小禅没有出现的级数 他也别想出现一样 还真他妈是早死早超生啊 那要说十卷很少吗 其实也还好 只是相比小禅在登场后真正活跃了二十卷 直到在第九十卷玉堂尊登场后 小禅和尼宝珠家的剧情量才有逐渐缓下来的趋势 但还是每三五画都会出现个一次 这样是画不是卷哦 反而是早死在那之后的独立剧情 或是家族剧情都越来越少 至于这两个角色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甚至在动画中动画族也是选择让小禅登场 而非早死 关于早死那部分的原因 我会在之后早死人物质的影片再为大家详细说明 小禅这部分的原因就整个剧情层面来说 主要是因为阿良的个性比较适合待在小禅和尼宝珠家的身边 要知道阿良本来就很喜欢待在老街 但在前场他又不想待在家里 我想这一点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懂吧 所以有着与家里气氛极为相似的尼宝珠家 对阿良来说才是最轻松适合的 且虽然早死家是阿良喜欢的那种超正统日系家庭 早死也完全是阿良的菜 可是在吃菜前他得先面对一个比狮子还可怕的猛兽 也就是早死他吧 我想待在那他应该连一根筷子都不敢动吧 那为了让阿良与尼宝珠家的剧情增量 漫画也因此在台版漫画第75卷中 让阿良成为超神田的正式员工 至于公务员不能同时兼两份菜 这件事是阿良找人去弄了一张前草一郎的国民身份证 并让此身份登基在超神田工作所以才没出问题 虽然我觉得问题比较大的是弄身份证本身这件事啦 但那不是重点 然后在75卷中阿良也从笑眯眯宿舍正式搬到了超神田住 这是漫画与动画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 话再说回来两人的感情部分 就剧情上看来自从两人结婚未果后 他们对彼此的感情普遍认为就已经回到了朋友以上恋人未满的关系 阿良对小禅更是如此 他基本上是直接将小禅当成家人 完全没有把他当成女性来看 甚至在漫画中还多次表示小禅没有女人味 就算穿上比基尼也是一样 呃...不会啊 硬爆! 实际上这样看起来的确如此 甚至在台版漫画第92卷中 阿良将小禅和早死摆在一起比较时 他也还是认为自己比较喜欢的是早死 因为在面对小禅时 他总会认为两人不管是在个性上还是成长过程上都太过相像 不仅提不起恋爱的那种感觉反而更多的是亲情的感觉 可是说是这样说啦 但其实阿良也不是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小禅的魅力 像是在台版漫画第87卷中 阿良对小禅穿祭典装的模样就很有好感 甚至还表示他打太古时那个帅气的模样非常可爱 且在同期中阿良在喝醉被小禅用脚踏车载在后座时也朦胧地说着小禅越来越有女人味了 这也让在他的小禅听到后一整个脸红心跳爽的一批 只不过不小心爽过头差点把阿良丢包在路边就是啦 那除此之外就像我前面说的 良人的互动真的不像一般好友 更像老夫老齐这点 出现的次数更是数过生数 随便举个例子给各位去看 相信各位都会有相同的感觉 像是台版漫画第83卷之4之5 84卷之1 89卷之2 91卷之5 93卷之7 94卷之9 95卷之5 甚至后面都还有阿良和小禅带着柠檬蜜干一同逛街和出游的场景 看上去就像是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孩子毫无违和 且阿良照顾柠檬和蜜干的样子真的很有爸爸风范 虽然可能对阿良来说他根本没想过这些吧 但也正因为他不会总想的这些 才让他们看起来更像一个家庭 当然你也能解释成阿良就是把他们当成家人而已 自然不会想那么多咯 接着换来看小禅对阿良的感情 虽然在结婚未果事件后 小禅很快就表现一副对阿良已经没有感觉的样子 但事实摆在各位眼前 光从动画第196集两件初恋事件中 就知道小禅喜欢的就是阿良正常当警察的样子 且只要阿良一认真起来 他更是会无意间的露出与平常洋洋气息完全不同的少女模样 可连你会说有吗 我看小禅好像对阿良平常的样子没感觉啊 废话那是因为阿良平常有九成的时间都在搞事啊 只是偶尔会正常认真一点 你当然会没有感觉 那虽然小禅没有像栗子或小爱那样 有着明显在阿良有难时支援她的情感表现 但如果说回到日常生活上 小禅为阿良做的可就足以和另外两人相提辩论 且似乎更有种既亲近又温馨的韵味 像是主动帮阿良准备便当 主动邀请阿良喝酒 还有虽然是顺便也开车送了阿良上班 甚至在台版漫画第91卷 小禅在阿良生日时送了她一条亲手编织的围巾 要知道小禅在各种艺术或手工艺上 几乎都只有国小等级 智慧金更是她学了好几个月才好不容易做出的产物 虽说最终成果还是做的没很好看 可是心意才是最重要的事吧 而且有谁会为了一个不喜欢的人 去特地做一个自己不擅长的东西送她 且如果从小禅对阿良的理解说起 小禅对阿良的理解 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工作上 绝对都不输小爱或是例子 像是很多时候她为了不让阿良亂花钱 她会把要给阿良的现金 直接改成现金券后才拿给阿良 虽然这样做是有点过分啊 但从至少能让她好好利用 不至于饿死这点也能发觉小禅的用心 也正因为她非常了解阿良 所以今天即便阿良有上百个逃跑去摸鱼的路线 也都会被她轻易拦截 要知道能猜出阿良往哪边跑的人很多 但是能够真正抓住阿良的人没有几个 小禅就是其中之一 且小禅也是全乌龙派出所中 唯一一个可以在不砸钱的情况下 就能轻易试破加上克制阿良耍的各种伎俩的人 这点就连大元所长都没有办法轻易做到 接着来看相处模式 也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说的老夫老妻 各位可能会觉得说 诶不是阿所长 我觉得栗子和小爱和阿良相处起来也很像老夫老妻 又不是只有小禅 没错一开始我写稿写到这也有同样的想法 但后来我重新去看了漫画和动画后 我认为和阿良相处起来 能真的称得上老夫老妻的还是只有小禅 栗子的话比较简单 就如同我在她的人物之中所说的那样 栗子绝对是非常喜欢阿良的 而且是爱情的那种 只不过基于种种原因 她就总是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心情 再加上栗子在这方面的距离拿捏都有在做 所以整体看下来 他们两人相处起来的感觉 更像是朋友以上的闺蜜而非恋人 至于小爱的话 就算不提刚认识的热恋模式 在后来的动画中 她和阿良在笑秘密宿舍同居时的感觉 我都认为更像是新婚夫妻 倒是没有比较明显老夫老妻的感觉 而且大部分时间小爱的积极付出 更会让人有种 这似乎比较像是一个非常恋慕主人的女仆的感觉 那小缠的部分动画 我没话说 他们真的看起来就是一般的家人 至于漫画部分 真的完全就是老夫老妻 就从大家熟知的两人斗嘴中的细节也能看出 如果旁边没人 他们两人就会有种打闹感 如果旁边有人 他们就会开始互说 彼此在日常生活上的痛处 这点如果不是生活在一起 然后有在观察彼此 还真的是没办法轻易做到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说 阿良和栗子有时也会这样 但那都仅限于派出所的范围内而已 栗子基本上是没和阿良有过长期同居的经验 所以才没办法做到像小缠那样 还有就是阿良非常喜欢找人下降棋 但因为他总是喜欢一言不合的就翻桌 所以会敢跟他下棋的人 几乎都是些他不能随便翻桌的对象 像是所长夏春都已经联盟 而小缠就是那唯一一个 即使被他翻桌 也还是会奉陪他到他爽为止的人 且就兴趣方面 小缠也曾和阿良通宵一整晚看时代剧 然后隔天一起到拍摄景点观光 漫画中也有很多次阿良约小缠陪自己逛街买东西 甚至某次两人在打闹时 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贵重的陶瓷罐 而蜜干当时刚好在旁边玩 两人为了不被下唇毒骂 一起将责任推给了蜜干 这也是少数小缠一起和阿良做坏事的桥段 那以上你或许都可以认为 我是在自说自话 没有任何作者的证实 或是亲自发糖的桥段 如果是这样 那在台版漫画第90卷 早时在帮小缠看未来时脸红的欲言又止的情况该怎么解释 以及在台版漫画第112卷 阿良和小缠带着柠檬和蜜干一起在过年逛前朝老街时 蜜干一度叫了阿良爸爸 小缠也懂蜜干想法的叫了生犹如孩子爸的感觉的爸爸 都还不算作者想要隐喻什么吗 我们都知道作者最终都没有给阿良一个确定的人选 但他总是会在某些地方做点隐喻 让你对那名女角和阿良是否有结果有所遐想 最直观的就是我在栗子人物之中所提到的那个封面 当时虽说是作者情定 可是实际上到最后也没有真正实现 而这次的画面我认为也是一样的道理 那在漫画完结了现在 我们只能认为作者就是想给各位有种或许会有这样的未来的感觉 就如同台版漫画第133卷中 阿良和惠奇教授穿越到了2046年 在2046年中中川没有变老 栗子没有变老 所长老当义重甚至连夏春都都还活着 小禅则是和夏春都跑到了日本桥开和服店 柠檬则是成为了餐厅老板且已经结婚 至于结婚对象是谁并没有说 而2046年的阿良作者也没有透露消息 我们只能认为或许会有一个这样的未来 但并不完全确定 所以你要说阿良会和惠奇在一起也可以 会和小禅在一起也可以 甚至是和联盟在一起都也有可能 好啦说真的 他们两人有趣的互动相处 在漫画中真的是非常的多 如果要全部举例给我再多时间都说不完啊 所以我真心建议 如果你很喜欢小禅 就一定要去把漫画看完 你会对他有和动画完全不同的认知 以上就是小禅的角色历程 就如同上半集开头所说 小禅真的非常特别 他不仅取代了早死在动画特别篇强势登场 还在初登场就和阿良顿级婚嫁 也因而带出了乌龙派出所中 戏份最多的家族尼宝珠家 虽然在动画中小禅的戏份越来越少 但在漫画中小禅的戏份却是数不深数 那上半集主要是在讲小禅成为警察前的故事 让我觉得比较意外 也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漫画中对于小禅初恋的描绘 我个人是认为小禅有一个不是阿良的初恋对象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虽然我说过动画的剧情比较精彩有趣 但就是有种刻意要让人觉得小禅自始至终 都等于只喜欢过阿良而已的感觉 好听一点这叫做命中注定 难听一点就是为作而作罢了 因此我才会希望 如果能有更详细描绘小禅的初恋情形 或许我们就能更明确的知道恋爱中的小禅是什么样子 所以才说比较可惜的是 作者并没有对小禅的初恋有过多描述 甚至就是很快的将期待过就没在说什么了 至于这集与其是在说两人的感情更多的 其实是在讲两人的相处 因为小禅和其他女角不同 在漫画中剧情量比较多的 她就是很少有像其他人一样 那种对阿良恋爱心动的感觉 且在动画中又不是动画组 那神来个吉比小禅更是可能会成为一个 戏份既少又没有恋爱细胞的角色 那虽然在漫画中她恋爱心动的样子少 可是她和阿良相处在一起的时间 且相处起来的感觉 真的是会让喜欢他们这对CP的人看得非常过瘾 就算你没有特别喜欢好了 你也觉得会越看越觉得 作者根本就是在主推这对CP 那种没有刻意营造气氛 却能让人感觉他们那种小情侣 或老夫老妻式的斗嘴非常可爱 也正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实在太像了 但本质上又有很大的不同 才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 更不用说两人一起去出游逛街的画面 不管有没有戴上柠檬和蜜干 也都会让人觉得毫无违和感 真的会想跟作者说 你都这样画了 拜托就成全他们吧 那没错 小谭就是我在乌龙派出所中最喜欢的女主角 如果说早死是被设定成一个完美的日本传统女性 例子是被设定成一个既完美又有个性的千金大小姐 小爱是被设定成一个如同完美妻子般的男人 那么小谭就是一个既有日本传统女性的身材 以及样貌又非常有个性 且虽然有点跟不上时代 但却魄力十足的女性 身材以及样貌 如果你觉得动画禅书不多 请移驾到漫画的各个肥业和封面尽情欣赏 有个性这点相信也是众所皆知 可能会有人说喜欢小谭就等着被小谭管 我只能跟你说 你懂小谭就是你在管小谭 关于有点跟不上时代这点 我真的没有办法反驳 他真的就是比他阿嬷还不懂网路是啥 但这也是他可爱的地方 至于活力部分在漫画中有明确提到 虽然他平常不是主厨 但因为常常帮忙所以厨艺还算不错 再加上房间非常整洁 易可猜测做家事的能力十足 小谭因为他那大啦啦的个性率真直白的性格 平常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帅气可靠 这绝对是他最大的特色之一 但这也经常会让人觉得他或许比较适合做朋友而已 可在那之下他偶尔会露出的那种 带有着与表面性格相反的少女性格 真的就只有两个字能够形容 可爱 的确小谭并不是一个有魅力到极点的女性 她的特色在乌龙派出所中也没有特别突出 但就是因为她这样的平凡这样的普通 才显得她更配得上老街女孩的这个设定 所以不管各位是怎么想的在乌龙派出所中 小谭和阿良就是我最喜欢的CP组合 小谭也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女主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 如果对于我个人在以上某些地方的街市不能接受 还请见谅 亦或是有什么地方说错 还请给予指教 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留言加分享 我是所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